想二度蜜月嗎 妳知道我們有一個很浪漫的誓言 十年之後我們要回到這個 一模一樣的這家飯店 我們結婚的時候 或是小貓小狗子 一窩小孩 然後去那邊就 這是爸爸媽媽當年結婚的地方 我們一起到老橋 來 1 2 3 跳 那我覺得蜜月我會 就是因為妳還沒有小孩 我現在快診練 我就說 妳要去放鬆嗎 真的喔 我是去放鬆 妳還沒有生小孩 對 小孩妳就知道 妳想跑走了 是這樣子喔 不想帶走是跑走了 好 所以那個到時候再看看 對 總那麼大一點 16歲 那妳有沒有想到說 妳們的第二次蜜月想去哪裡呢 那像沒有去過都想去 就想一起去看看 希臘 西班牙 或者土耳其 我們就一直在討論說 哪裡會比較喜歡 我一直看妳覺得 上次去了佛羅倫斯 第二次應該去哪裡 其實我覺得 第二次應該真的到海島去 因為才會有一個完全不一樣的 一個反差跟比較 因為 第一次結婚的時候 我們是在 什麼叫第一次結婚 妳有什麼事情 大家還不知道嗎 妳在結婚 我把秘密說出來 我們有第一次求婚的時候 先生求婚的時候 我們是在夏威夷 夏威夷 她長大的地方 所以我好愛夏威夷 我們在那邊 就是過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這個是我拍的照片 她是 妳有去過嗎 然後那個船 前面有個小頭 那是我在那邊游泳 就是一個很浪漫很浪的地方 夏威夷 我看了 夏威夷演的那一部電影 突然覺得說 夏威夷的生活好像 很鬆散 沒有自在的 每個人都穿短褲什麼這樣子 是不是 而且是原住民 那個珀西里尼亞的 原住民的一個文化在有沒有 所以對她們來講說 很多東西本來就是很自然的 是日本人來了以後 才開始比較忙了一些 她會滿好玩 她固定你在那邊上班 每一個禮拜五就是 Aloha Friday 就不要穿西裝 上班就是穿一個Aloha shirt 她們已經穿得很隨便 而且我覺得到那邊就是 妳如果原本很緊張 不知道妳一下機場 妳整個人就好像 那個空氣不一樣 對 然後Tambo大概慢慢好幾倍 就整個很放鬆 我也在那邊胖了好幾公斤 對啊 這個是那個 西班牙的一個 對 那個老鎮 百年的古鎮 裡面有一個很有名的茶冰店 都是大排長工 那我吃的那個就是這樣子 五顏六色 然後吃完我整個 嘴巴舌頭都是各種色素 可是卻是非常非常受歡迎 而且妳會受到當地的那個 氣氛的影響 妳就覺得 對 所以要不然台灣的這個芒果品 怎麼會那麼紅 對 因為我覺得當妳到國外去以後 妳會去做比較 我覺得妳千萬不要比 妳比了以後 妳知道什麼東西都不好 妳應該學的是入境隨俗 那人家Aloha就是慢慢來 那妳也來 慢慢來 我覺得妳這樣子妳的 對 妳的心態 穿兩個葉子嗎 穿兩個葉子 椰子 而且最重要 它氣氛就加了1000分 你拿那個刨冰在那個海灘 看那個夕陽有沒有 就感覺不一樣 美呆了 你不要去比它好不好 可是妳覺得那個感覺 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其實說起來 有沒有人到台灣來度蜜月 其實有 滿多外國的朋友 他們喜歡到台灣來 因為我有接觸到一些台灣的朋友 他們會覺得 第一個原住民文化 他覺得真的很有趣 再來一點 老實說 他們會到日月潭去 對我們一開始講 日月潭 不對吧 日月潭 不過是日月潭潭水 跟外國的風景比起來 應該沒得比 可是後來我自己有一次 我特別去了 我真的發現日月潭好美 但是日月潭要怎麼玩呢 首先妳要找一個飯店 這一家剛好面對整個潭水 對 那個感覺 而且妳下午的時候 妳什麼事情都不要做 妳會發現日月潭 因為氣候的關係 會一直在變 一下來個雷震雨 突然間陽光 從妳的雲霧裡面灑出來 然後妳會發現好像神光一樣 照在湖水上面 然後慢慢的旁邊都變成了 這種鵝黃色的顏色 然後最後一道彩虹 兩道彩虹 然後整個天空變成紫色 妳會嚇一跳妳會覺得 我跟你講 真的有這樣的一個場景 對 那個時候妳知道我做什麼事嗎 第一件事情趕快拍下來 傳給朋友們看 說妳看我在這邊度假 每個人說妳在外國的哪裡 我說不…我在我們的台灣 對 所以我覺得很多朋友們 他們來這邊玩 他會用他所謂 來到這邊去看我們的東西 去欣賞我們 反而我們不會 我覺得可惜了一點 對啊 但人就是這樣子嘛 要不然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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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